您引起了很多人關切 那在這個之前您做公民記者已經多久了 所以您比較能夠有這個Sense 掌握到這樣一個精神 我講多一點 就是說我為什麼會當公民記者 就是說一開頭我講的那個是 其實我對台灣的媒體環境 我也覺得有問題不好 可是我不清楚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所以那時候媒體環境教育基金會 就在設大開媒體試圖的課 就教你怎麼去看媒體的問題 那我去上 那上第一學期上完 就是我們大概知道媒體的問題 之後那怎麼辦 這是我剛剛問你的 媒體都不報你怎麼辦 那我們就自己報 自己報來講 你就要開始學啊 我也不是記者啊 那其實你們講 我現在看我的報道 我也不覺得做得多好啊 可是我會自己去找一些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體面 所以我那時候大概2007年 開始上設大的課 然後第二學期 每關的課就加入 類似這樣的 實作的課 就開始做好 我們可以做媒體 那時候我們比較清楚的一個管道 就是丟App 那Peple也是2007年成立的 2007年成立的 2007年那時候成立 所以我2008年 我開始就有東西往上丟 那 其實 大家都會 都會 從身邊 你身邊 就近的東西 開始做起 我記得我第一個題目是 我們社區在做資源回收 我們自己的社區的人發動志工 發動義工來做我們自己社區的資源回收 所以我記得我的第一個題目就開始 就是你家旁邊的事情 那就稍微再慢慢擴大慢慢 因為我住板橋 而且我都騎腳踏車 所以有時候我就假日就騎腳踏車去林家花園 去哪裡 然後看到好玩的 其實我那時候也 不一定要拍什麼重大的題目 所以我拍 像我就拍人家玩臉啊 不是有那個玩臉那個啊 還有人家 在路邊吹 在那個河邊吹索納的啊 就 臉皮厚一點就坐下來跟人家聊天 就這樣很會靠天 就坐下來跟人家聊天 然後就聊聊聊 欸覺得他很有趣說 你讓我拍好不好 他拍然後他就講他的故事這樣 所以初期我的報導都大概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我覺得那個 那個是一方面你在摸索怎麼樣去做報導 那個技術的東西 那一方面你也在想在找尋題目 那那些題目我們可以講說 並不是那麼有議題性公共性這樣子 可能是某一些人的故事這樣 可是我大概大概半年後就 就我們板牆那邊有個南宅溝 南宅溪啊 因為那邊要蓋高架橋 所以那個殼南宅溪就會全部臭掉遮掉 那那時候就會有一些 有一些我們講的生育團體他們出來 然後因為很舊 我們社大都在旁邊 我們就去關心然後去派 那樣的題目也會有其他的生育團體來 不單單在地的會有其他的團體來 然後我就會認識那些 那認識那些 就剛講的有一些NGO團體 你真的要去守他們 那他們知道的關心的案子 可能到處都有 所以我就 他們說認識的時候 哪裡有 所以那時候跑去淡水啦 跑去哪裡啦 跑去廣執啦 跑去送菸啦 就這樣開始 所以你出幾次社區的關心的 然後慢慢的你就會去注意到一些 社會上比較關切的題目 而且 可能你在商業媒體你是看不到 或是很短暫的 一點點報導 甚至是幫誰講話的 所以就是由這樣的開始之後 你的範圍就會越來越廣越 所以現在 像今天這個會長他住台中 他從台中剛好來 我就認識了 有些機會認識了 然後說啊 我們去看那棵書 然後我就連台中的 我們就一起拉進來 所以說 這是要慢慢慢慢這樣子擴大 我問比較細點 如果你在那個大埔事件之前的話 你大概已經發表 Pose出來多少篇文章 你有沒有 我不知道 沒有去 沒有去記那些東西 而且我覺得那時候 我可能就某一個題目 譬如說我記得比較 比較 跟比較久的 譬如說我剛剛講南仔西 因為他就在那個地方 就在我們環境那個地方 所以我就很就近區 關係 然後因為那時候 那個淡北道路要開 現在再說要施工了 你們可以去查一下淡北道路 就是在那個淡水的捷運 的線的旁邊 要再另外蓋一條高速 快速道路 然後會切過紅樹泥 那個也是大概2008年那時候 所以我有一段時間 我就常常往那裡走 有時候我們就關心一個題目 就是現在有點遠 可是就是那個題目了 我想更深入去了解 那你說拍多少 我覺得那個 那個倒不是重點 倒不是重點 我覺得大家還是 像 像今天 本來 本來 我這堂課應該是 第二週要講的 應該是第二週要講的 那時候 我有跟瑞翔講說 其實我來講 我 可能沒有辦法 教大家說 你怎麼樣寫好一篇報道 很順路的報道 很順路的報道 這個東西 我覺得 要有 好像你們 那一週 就有請一位 記者來幫你們上 我覺得那個要談 比較細節的東西 那我這堂課 我就是講一些 有公民記者的概念 你可以怎麼發表 那我 其實我在跟人家談 我是比較談這個 可是你 假如說 教我教你怎麼樣寫一則很好的報道 我真的不會 因為 以公民記者來講 我會覺得說 有公民記者的限制 當然 以這樣的課來講 你們應該要 有這個概念之後 你們應該要 想辦法寫一個 比較好 譬如說 上下游那個 餵單多喝水 那個事情 他真的就是一個 專業的記者 他帶過報紙的 那你看他寫出來的 那個報告 就很完美了 對不對 你們的目標 應該要像那個樣子 可是 我 譬如說我在社大 我面對的 不是像你們這樣的學員 我們都是 歐巴桑 歐里桑 就是一般人 甚至他們還覺得 馬基歐那個很好看的 我們在談的 倒不是 他一定要做一個很 多好的報道 而是說他必須先去懂媒體 然後先去轉變一下他的觀念 然後從他的身邊開始報導起 然後慢慢慢慢才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開始擴大關心你的問題 所以 你剛剛的問題說 到底寫多少篇啊怎麼樣 那個 應該不重要 不重要你就是某一個議題 你能深入去了解 然後怎麼樣把它寫出來 這樣就好 好 我想一個問題就是那個 謝謝 我答應